中国展示高超音速导弹上的光学制导技术 那么高超音速弹头的眼睛是怎么看清地面目标的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刘小飞 央视最近公布高超音速武器研究的几个难题被中国解决了 其中一个是高超音速光学导引头技术 意思就是我们的高超音速导弹 以后可能会用上红外热成像制导 极其精确地打击对方舰艇等重要目标 可不是只能打固定设施那么简单了 根据央视介绍 完成这个研究的主要领军人物是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空天科学学院的易教授 注意这里说的是国防科技大学不是国防大学 这两个大学的职能是不一样的 国防科技大学是科技列院校搞装备技术研究的 国防大学是指挥院校搞战役战略还有政治研究的 我发现经常有网友把这两个学校搞混 再有这也不是泄密 因为这种内容能上新闻 都是在国家在军委相关部门统一的部署和审批下的 才有可能让央视公开报道指定的某些内容 某些事迹某些人 军委让大家看什么都有具体的用意 所以我们的网友不要再想着去指责中央军委泄密了 首先我们要看一看高超音速武器采用光学制导难在哪 有几个问题是必须解决的 一个是高温问题 一个是高速飞行导致弹头周边的流场问题 高温的影响好理解 导弹要使用光学制导 弹头上必须有个光学窗口 高超音速导弹飞行速度都在5马赫以上 所以气动加热不得了 飞行器表面的温度可能超过1500度甚至更高 所以光学窗口也是这个温度 这就好像在电影院里边看3D电影的时候 一戴个眼镜 结果这个镜片比屏幕还亮 那你能看什么呢 要解决这个问题 思路就是要用一层低温气体膜 要流过导弹的光学窗口 给这个窗口玻璃降温 但是在高超音速飞行条件下 弹头周边的流场还是有可能破坏冷却效果的 所以如果要采用气冷膜去冷却光学窗口 先要把高超音速弹头周边的气流流场先测准 然后才能采取相应的补偿修正措施 就好像眼神不好 配眼镜之前得先验光吧 所以这里边既有空气动力学问题 还有光学问题要解决 其实解决问题的思路从原理概念上并不新鲜 并不是中国独有 这些情况高速飞行的各种飞行器其实都遇到过 所以很多导弹的速度就没法飞太高 现在各国能想到的解决方案其实也差不太多 只不过到了高超音速这个阶段 绝大多数国家连高超音速飞行器都没有 风动也不够 根本谈不上高超音速条件下的流场测量 而意料上的成绩就是通过一套超高速摄像机进行拍摄 再加入纳米粒子当显影机 再通过风动可以精密测量高超音速飞行弹头周围的流场 这是一套全新的测试方法 简单说就是这个团队能给高超音速导弹的势力做一次验光 毕竟中国在高超音速飞行器这个领域成果特别多 各种实验条件也是最好 至于说国家为什么这次把这个技术公开拿出来说 我觉得目的就是要发挥一个震慑作用 中国的高超音速导弹它的精度是什么样的 能打什么目标 其他国家自己可以掂量掂量 说不定不仅仅能对付舰艇这些东西 因为现在有些国家已经开始琢磨 在空对空导弹上使用高超音速技术了 要发挥一下高速和远程的优势 去猎杀对方的大型飞机 如果测量技术很成熟的话 那么未来我们的空对空导弹 也可以使用热成像导弹头 或者其他一些个在高速环境下 以前用过的导弹头 那么对方的整个空中作战指挥体系 可就要全都瘫痪掉了 好 关于央视公布的 中国高超音速流场的测试新技术 将来能够发挥什么作用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 我们下期再聊